空性 搭配性 普體性 基本是 出力 解脫時的 因為這一點要有 什麼叫出力心 以前你很在乎愛情 在乎的叫出力 因為這情 讓你痛苦 苦耶 我現在來一杯水 這裡面有毒給喝好不好 千萬不要 當你愛上 某一個東西的時候 讓你有毒的時候 你不要碰啊 你要把愛情變成慈悲 那你就可以過得很快 你會幫助對方 你也會原諒對方 但是你把愛情當作一種佔友 後來就會變成寶富 搞不好一起自殺 搞不好把它給幹掉了 那這個是有毒的 那你不能用啊 害人害己不行 所以你要把它透過智慧 來轉化你的愛情 變成慈悲 我想慈悲會更關心對方了 那才是真愛 慈悲才是真愛 世間的愛情是假的還真的 那是假愛 假星星的愛 有條件的愛 你可以愛我 千萬不要看別的女人 那個不是真愛 那是一種條件式的 如果你變很窮了 對不起我不愛你了 如果你變很老了 我更不愛你了 所以 把假的變成真的可以了 好 還有問題嗎 請說 可以嗎 就是我想問一下 就是大家都會有一個 就好色的心 我這個說好色就是說 喜歡漂亮的東西 但是我個人的理解是這樣很危險 比如說 你喜歡漂亮的東西 說明你這個人有 就是有那個分別 然後又會去執著 如果看到漂亮 特別有感覺的人 就會特別去執著 就很難放下 我想問一下有什麼 比如說特殊的對峙的法門嗎 好 謝謝 好 外表都是假的 這個人長得很漂亮很英俊 你仔細給他看一看 裡面都是血都是肉 你把皮扒下來 你要不要再看一下 所以 我們認為美的東西 漂亮的東西 就像前面的花最美了 但是你都知道它是不久的 叫無常 不會永恆的 叫無我 所以這些東西要先去看清楚 看清楚才不會讓自己執著這個漂亮 所以一個修行人看別人是看到有沒有慈悲心 而不是看到漂不漂亮 就像各位 你今天去親近出家人 哇 哇這個師父帥啊 這個好 這個師父這麼老啊 不要 不會吧 你會說老和尚才好 老和尚真慈悲喔 真清淨 為什麼 因為你的眼光不一樣 所以你就感覺 所以外表這些東西是暫時的 你要看清楚 你才會有處理心 但是話又講回來 你要度眾生 你不漂亮不行 觀世音菩薩漂亮不漂亮 地藏王菩薩帥不帥 帥呆了 所以佛教說百劫修相好 一個人要作為一個菩薩 還有一百劫的時間 修三十二相八十隨行好 但他這個好 他不會讓別人有分別心 因為他已經斷了欲望了 斷了欲望以後 產生的叫莊嚴 所以佛教不能說你好漂亮 要說你好莊嚴喔 所以我想首先你對漂亮的東西 要慢慢的去減低它 對它的執著你才會快樂 特別是你們是女生 如果你們一直很喜歡漂亮 我現在給你 嘿 三十年後 你們可能現在馬上自殺 我怎麼會變這樣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 老和尚會顯現神通 你晚上睡覺了 然後醒來的時候他會看到 你會看到你自己怎麼變這樣子 事實上三十年也是一轉眼就三十年了 所以這些東西是假的 所以釋迦牟利佛有一次 有一位王妃很漂亮很漂亮 漂亮到她很驕傲 但是國王娶了這個王妃以後 皇后也很善良 沒關係啊 國王才娶漂亮的沒關係啊 但是皇后很認真的學佛 但是這個王妃不學佛 哎呀這個國王就有點擔心 他說國王說 佛啊你能不能來度度我那個燦摩王妃 他實在是有一點驕傲啊 不想學佛 佛陀說好我去度她 所以一般出家人來他都不出來 那佛陀那天來了 那佛陀那天來了 來了以後就視線 哇百千萬的莊嚴的珠寶通通跑出來 然後呢那個王妃 然後她把牆壁佛陀用神通把牆壁變成透明的 所以那個王妃這樣哇外面怎麼這麼美啊 這麼莊嚴啊 然後佛陀又視線光明亮很莊嚴 然後她看哇這個師父怎麼這麼帥啊這樣 然後就跑出來了 等她跑出來以後 然後佛陀又用神通 又變成什麼 又變成另外一個最美的女人 你就知道女人看到比她美了就會嫉妒了 所以這個燦摩王妃就不看佛陀了 哇一個女人比我還美喔 她就靠到她身邊了 哇你怎麼這麼美啊 你從哪裡來的啊 那皮膚是透明的啊 然後這位佛陀變出來的美麗的小姐 就一直跟她聊聊聊聊 好快樂像姐妹 然後這位漂亮的小姐說 我想要睡覺了 我能不能借你的膝蓋躺一下 哎呀這個王妃好快樂 這麼美女躺在我膝蓋上面 覺得有光榮啊 結果她躺在她膝蓋的時候 突然加十歲加十歲加十歲 一下就變成老老的臉皺掉 皺掉以後就流血然後皮膚掉下來 然後當場這個燦摩王妃看了嚇壞了 剛剛這麼美怎麼現在變成這麼醜啊 身上都流出膿了 她趕快把它推開 推開以後 佛陀就故意視線走過來了 你看嘛 再美的東西都會變的啊 這個時候燦摩就 對啊我現在這麼美 以後我也會變這樣 這個叫善根來了 佛陀就跟她講 哎呀美麗的東西都是不美的啊 不清淨的啊 後來這個燦摩從那天開始就不化妝了 不想出門了 不想讓人家看到她的美了 因為她認為 就像包了大便的外表一樣 有什麼好驕傲的 後來她就要求她要出家了 那時候國王都出面了 佛啊我度你叫她學佛奉叫她出家 燦摩說你一定要讓我出家啊 後來燦摩就出家了 出家成為神通第一了 所以我想這些東西是 人看到美是因為她沒有看到她的本質 我們都看到像 所以金剛精要破像 破像 所以你觀察你自己也 我們修不靜觀 像我以前到緬甸泰國 最早到泰國修不靜觀 他叫我們看女人屍體 看到腐爛的過程 而且那個師父說你喜歡看哪裡 然後他就叫你看那邊爛得最兇的地方 然後你要看了幾百次 看了幾百次 看到寄在你腦袋裡面這樣 然後以後看到性感的女人 馬上就跑掉了 因為你不會被她這個美所吸引 但是這個還不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是 這個女人是我的媽媽 我不會對她有欲望的 我只對她有感恩的心 我要怎麼幫助她 哎呀我這個媽媽好性感 我會對她很慈悲 哎呀好可憐 我這個媽媽這麼性感怎麼辦呢 所以你對她沒有那個欲望 你只有希望她能夠離苦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要去轉化的 要去轉化 所以這個要禪修 你現在聽我講沒有用 你聽我講你要把這個你認為美的東西 或自己或是那個對象 一直看到她的變化無常 看到她不清淨的那一面 然後進一步對她沒有執著 進一步對她有信心有悲心 哎呀她好可憐啊 我如何幫助她 要升起這個想法 所以釋迦摩利佛要成佛之前 三個魔女 哇各位都看過影片 哇好性感 在佛陀面前跳舞 佛陀給她 神通一下 三個都變成老人 醜得要死來 三個魔女跑掉了 三個魔女跑掉以後就發誓 好我一定要報仇 如果有人將來要修行 我們要害她讓她不得成就 第一個魔女變成什麼 就是現在的麻菲 大麻 第二個魔女變成現在人的香菸 所以如果你去抽菸 第三個魔女變成什麼 蔥 蒜 韭菜 所以各位為什麼吃素不能吃蔥 蒜 韭菜 你吃這個東西你就是魔女磨損 你就會起欲望 會生氣 如果你抽菸的人將來死後 會向女人陰到地獄 非常臭非常痛苦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魔女視線 所以很多人在抽菸吃大蒜 他不了解 佛陀說那個是魔女變的你還碰 因為魔女要傷害所有修行人 所以佛陀在任言經才會說 吃蔥蒜吃肉 為羅刹種就是魔鬼的弟子 非佛弟子 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了解嗎 最好發怨下輩子不要做女人 因為做女人就是 就是沒辦法 因為男人跟女人不一樣 女人是每一寸皮膚都有感覺 而且她的心很喜歡 很脆弱很執著 所以她不容易修行 所以我們做菩薩都會發怨 身身世世 身為男人 才能夠去利益眾生 但是不是排斥女人 像觀音菩薩 視線成女人度很多眾生 視線成綠度母 但是她是不未結婚的女人 她只是了解女人的苦去度女人 這樣可以 但是我講一個真實故事 佛經裡面的故事 佛陀有一次做一個太子 然後她的爸爸是皇帝 但是她的媽媽是個漂亮的皇后 皮膚白皙 所以她這個爸爸有修行 她就不讓她媽媽出眼門 她說女人一出去 被男人看就會起慾望 你不要出去 但是這個太子 她很同情她媽媽等於被軟禁在皇宮裡面 但是有一天她爸爸就說 太子啊 爸爸我準備把王位交給你了 你準備做國王了 你要好好愛護這個國家 但是這個太子就說 皇帝啊 爸爸啊 你要把王位交給我之前 能不能我求你一件事情 你讓媽媽出去繞一繞 看看外面 媽媽被你關那麼久了 我作為一個國王 我將來也心不安 這皇帝就答應了 然後太子就很高興 帶著馬車在她媽媽後面 保護她媽媽 但是國王有個條件 你媽媽出去可以啊 那個馬車四面都蓋起來 她可以看到外面 外面看不到她裡面 因為她知道她媽媽實在很愛漂亮 很喜歡給人看 這樣 後來你知道她媽媽怎麼樣嗎 馬車跑跑跑 她就跟後面的兒子 兒子啊我在裡面很悶啊很熱啊 哎呀我能不能打開一點窗戶啊 然後她說 反正無所謂嘛 爸爸不在 以後你知道她媽媽怎麼樣 故意把袖子 拿起來伸出去給你們看 我皮膚白不白這樣 所以老實講 你看我們出家人 各個袖子穿那麼長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不希望把你的皮膚什麼東西獻出來 只有一個沒辦法這個臉而已 跟手而已 結果她媽媽就是故意啊這樣 故意啊這樣 然後太子在後面 媽媽趕快收回來啊 媽媽趕快收回來啊 她就是不收 哎呀原來我爸講的沒錯啊 我媽媽還是真喜歡人家欣賞她喔 頭弄不出來弄個手也好啊 就像女人喜歡穿個短短的 穿個短短的 穿個漏漏的對不對 不然怎麼叫女人 因為她希望別人欣賞她的 美的那個部分 或者把指甲擦一擦擦一擦 擦一擦 擦一擦 十個指甲十個顏色 因為她希望這些東西嘛 所以後來這位太子 哎原來我媽真是如此 她心情不好那天就不回家了 不回家她就跑去森林裡面睡覺 她一個人就躺在樹上 她想哎呀原來我爸講的沒錯 我媽就是這麼愛漂亮 結果她在樹上心情不好 有一個變魔樹的跑來樹下睡覺 然後這個變魔樹要睡覺之前 就把那個袋子捏一捏 跑出一個女人 然後她就跟那個女人睡覺 睡完覺以後她就躺在那邊睡覺 結果那個女人看到她主人睡覺 她收上一個袋子 跑出一個帥哥 然後那個帥哥她就跟那個帥哥睡覺 然後跟那個帥哥睡完 又跟她嗶嗶嗶給他變回來 趁她主人還沒醒過來的時候 所以那個太子 原來你人是這樣啊 這個笨男人還不知道啊 他口袋還藏另外一個男人 所以後來太子也不做皇帝 跑去出家 所以我想 佛講這個故事 他就告訴我們 人都有欲望 凸顯自己的優點 我想現今的社會 每個人特別各位在英國社會 他們喜歡高尚 對不對 尚流社會 收集一些好的東西 住比別人漂亮的房子 這個都是佛教叫我質 凸顯自己 這個叫我慢 這是生死輪迴的因 就是執著有一個我比你好 我比你高貴 我比你漂亮 我比你有錢 我比你有讀書 那這樣的社會 要追求解脫就比較困難 所以我想在這一點 剛剛講到這個像 漂亮的東西 我們要的是實用 不是漂亮 慈悲 那可以 我們現在覺得最漂亮的 就是那孤魂野鬼 幫助他吧 慈悲是最美麗的心 好 所以 所以修行你要 你要開始跟自己打仗 所以佛陀的時候 還有一個出家人 他很喜歡出家 出了家以後 還戴什麼耳環 戴項鏈 要出去 這個怎麼怪怪的 後來佛陀就跟他講了這些 佛陀就用神通 讓他看到他 內在的不清淨 他起了懺悔心 好 所以我想 沒辦法 如果說你今天 沒有男女的欲望 你就不希望去弄得很帥 很性感 但是如果你還有男女的欲望 就像 就像母雞碰到公雞 他要 哦 斬斬刺一下 這代表他還有欲望 但是 這個世界最難修行的是欲望 不是生氣 所以釋迦牟尼佛稱 稱心生氣要斷很容易 但是貪欲要斷最困難 我們出家人出道一半還俗了很多 那時候都覺得女人比觀音菩薩還美 跑掉了 所以我們出家人第一條就是要毀 毀 把這個外表毀掉 裡個大光頭 但是我發覺這個世界很好 男人不會去欣賞比丘尼的 知道嗎 但是女人管你光頭 照勾引不悟 所以我們很多出家人還俗了 特別我去泰國 我去韓國 我還有一次去韓國 那時候還年輕了 現在老了 有幾個小姐 哎呦 師父 你皮膚那麼好 那麼韓國可以跟出家人睡覺了 我都覺得可憐哦 哇 人家出家人還被挑逗了 嗯 但是也沒辦法 因為 但是如果是男人不要看到他會說 這就是阿彌陀佛 對不對 他尊重你 所以我想修行必須你要 你要懂得出離心就是你要征服你的欲望 欲望就是你要有智慧 看到他的真相 美麗的東西都是不美所組成的 你不能被這個美的表象勾引了 那代表我們很膚淺 我們沒有智慧的眼睛 所以佛像很喜歡用第三個眼睛畫在這邊 並不是一個人真的有三個眼睛 這就代表法眼 也代表智慧的眼睛 去看到那個真相 眾生都是苦的 都是母親 你不會起她 起分別心 愛她或恨她 慢慢你就會超越這個男女像的問題 那這些當然各位要多思考跟禅修 除了了解道理 像各位現在聽我講叫了解道理 文 師 你還要去思考 那思考以後你要真的去看 看到自己的不清淨 所以我們一開始修行都 修自己三十六不清淨 頭髮拿起來 頭皮拿起來 頭蓋骨拿起來 然後每天把自己的三十六擺在床上 哇 那就是我 然後再把它組合起來再睡覺 然後把自己已經不會 你現在如果你不去這樣修 不這樣觀修一陣子 像女人拿起手 我這個手好美喔 我這個指甲好美喔 那你又變成在膚淺的這上面 所以你還是要有修行的過程 修行的過程就有這種不靜觀 所以你對有欲望的東西 你要修不靜觀 就看到它的不清淨變化無常 你對有稱恨的對象 恨的對象你要修慈悲觀 他好可憐 他現在做這麼大的壞事 他將來要下地獄了 你要經常這樣觀修 就像各位剛剛在觀修 我帶各位觀修 那你要經常去讓自己的思想 去想這些東西 想到後來你對他不會有執著 你對自己也不會有欲望 想到後來你就不會想要結婚 結婚的意義在哪裡 你會覺得沒結婚好一點 但有些人是沒結婚 但也不想出家 繼續害人 繼續隨緣 我就問他你為什麼不出家 隨緣隨什麼緣 不知道反正隨緣 所以各位這一點要看清楚 像佛教最出名的妓女 叫蓮花色女 她那個美 如果按照佛經 實在沒有辦法形容 因為她的皮膚比蓮花還漂亮 她皮膚比蓮花還漂亮 而且每個男人看到她 都想跟她在一起 每個男人 那後來她決定要出家了 結果要出家以前 她要去找佛陀 結果走得太熱了 然後就想要喝水 喝水 然後又看到水裡面 哎呦 我長得這麼美出家多可惜 又不想出家了 所以人 所以為什麼出家人不照鏡子 你照鏡子 你就會貪念你自己的某一部分 這樣 所以後來佛陀也知道了 趕快有視線來睹她 這樣 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快到了 請說 我們在英國放生物買不到鰻魚 我每次都用金魚可以嗎 這些飼養的魚你把它放下去 它就準備給大魚 吃掉 所以 但是你有慈悲心都還算可以 只是說 慈悲要加入智慧就是這樣 所以 如果你把金魚養在自己家裡的池塘 你有保護它了 這個是可以的 因為你不要讓它被虐待 一直養在小箱子裡面 你讓它有個天然的環境 那是可以的 那 當然在英國還是有很多可以救的 麵包蟲 給魚吃的蟋蟀 市場裡面在賣的都可以 甚至 放生不見的要在英國放都可以 我們現在在斯里蘭卡放牛 一隻三百塊美金 一隻三百塊美金 而且不用養 為什麼 因為斯里蘭卡南部北部很窮 他們都會跟政府跟寺廟要求 能不能送我們一條牛 所以他們就排隊很久才終於領到一條牛 那大部分都是我們放生的 我們馬來西亞新加坡合起來的 三百塊一頭牛 然後他們就會來政府登記 佛錢發誓 我不會殺他這樣 然後把這一頭牛領回家 領回家他就可以結婚了 因為他們那邊有一頭牛就可以結婚了 所以這也是個方法 我認為放生你在任何地方放都可以 就算今天沒有辦法放生 你要觀想也可以 你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那些被殺掉的羈牙魚 得到超度這樣也可以 但是看到你可以救的 你就盡量救他 像那天東東滿了很多鰻魚 他說倫敦有一個湖可以放鰻魚 那也很好啊 我在美國他們經常放什麼 蚯蚓 因為他們釣魚的人要買蚯蚓 那你把蚯蚓買來這個草地多好啊 只要有潮濕的 蚯蚓你怎麼放 沒人會罵你 因為對草有幫助嘛 我想任何地方 現在已經國際化了 你在什麼地方救什麼物命隨緣 像我經常 我沒辦法時間經常去香港 但是香港很多信徒 有時候找我 我就說拜託啊 幫我多買幾個大家蟹啊 別叫海鮮啊 你經過買一隻也好啊 幫我把它放在河裡面 海裡面 然後這樣也可以 反正盡力做就好 再來 請問金露水哪裡可以買 什麼叫金露水 有很多 乾露水嗎 這個啊 這個瓶子是馬來西亞買的啊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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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兩塊馬幣而已啊 這個你到哪裡都有啊 如果在大陸上買一個 兩塊錢人民幣 裡面的水啊 裡面的水是自來水 是 你把那個乾淨的水 念過咒語 或是加 加洋柳汁或是加咒語就可以了 今天應該也會發給各位一些貼在瓶子上面的咒語 有嗎 有沒有發完了 沒關係 沒有在 有有有 有 有 你只要貼著就好 瓶子也有 對啊 水是乾淨的水就可以 乾淨的水 然後 像我們 天天噴天天噴 走到哪裡 飛機上哪裡都噴 那 因為 你學觀音菩薩撒乾露嘛 那個時候內心念了觀音菩薩 念 歐馬裏唄都可以 好 還有十分鐘 請說 這個轉經輪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這裡面有經典或咒語 你只要動起來 它每一個字都會發光 好 因為佛經上面有說 你只要把佛菩薩的形象 或是咒語刻在布上面 你只要動 然後它每一個字都會發光 然後它發光的時候 那邊的地獄軌道出身道 就可以慢慢超讀 所以我們叫 尊正的轉經輪 開始是從我們 彌勒菩薩 視線的 他把 因為那時候鄉下很多老人家 不會讀經 彌勒菩薩那時候 視線一個在家居士 就把這個經典放在那個木桶 叫他們動 叫他們動 你只要動 你就在念經 就這個意思 所以 那藏傳佛教是把咒 把咒 放在裡面 然後這樣轉 這樣轉 所以你要放什麼咒都可以 你要發財就放皇財神咒 你要健康要放藥師咒 你要平安放大悲咒 像這樣聽說一個咒輪裡面 有十萬遍的咒語 而且轉的時候一定要順時鐘 順時鐘 像這個品質做得很好 轉的時候不要咒咒咒咒 不要咒咒咒咒 也不要亂 一定要這樣靜靜的 這樣靜靜的轉 然後他這個整個空間 這整個空間就變了 如果佛經說 一個人快死了 你在他頭上轉一下 他就脫離地獄到鬼道 所以你到市場 你就拿一個轉經輪 每個人都會看你 因為很奇怪 但是他看你也得解脫 佛經講 每個人都看我 所以為什麼佛陀要我們有這個形象 他就是要別人看你 知道嗎 我們這個形象是給別人看的 老會看到我們 能不能拍個照 OK 你是哪裡來的 少林寺的 OK 但是他要你看這個形象 因為這個形象代表清淨解脫相 所以我們出家人外表很重要 像我們剛出家 師父就要每天叫我們穿好衣服 再怎麼熱要到街上去走 給人看 給人看 因為我們出家是不想要接觸人 本來出家就是解脫嘛 但是行菩薩道師父就要求你 不行 你要穿得很整齊 這兩邊要掛著 一個代表慈悲 臉要圍像 煉珠帶著 去走吧 走給人家看 因為釋迦牟尼佛 當他面對生命的痛苦 老病死的時候 他不知道怎麼解決 第四個門 他看到一個出家人 那個時候就是一位 他過去式的修行者 近居天的天人 變成出家人 讓希達多太子看 看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我要解脫生死 所以我要出家 所以佛陀才學他出家 所以出家的形象很重要 所以這個轉經輪 要經常這樣轉 像各位現在不會念很多經典 沒關係 你到哪一個地方 那地方轉一轉 而且你轉一遍以後 一萬遍 兩萬遍 三萬遍一直累積喔 你已經轉了十天了 好幾百億遍了 你讓你兒子轉一下 他馬上得到 好幾百億遍的功德 所以我每次念珠 一直念很久 然後看到我爸爸 我就會 爸爸要不要念一下 他就這樣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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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解釋一下 这一张咒语 后面有解释 把它贴在会出声音的上面 有一大两小 至少你手机要贴一个 这个叫字句如来心破地狱咒 会出声音的只要贴这个咒语 它那个声音就可以超度三二道 所以一个大的贴大音响 两个小的贴手机 如果你看到人家在办摇滚乐团 最好那个音响赶快给它贴一个 你功德很大 或是你隔壁那个车子一开就很大声 冷气很吵的 赶快给它贴一个 还有我们为什么做成透明的 各位到餐厅有沙身的地方 有海鲜的地方 赶快撕个给它贴一下 很慈悲 所以我们经过了每一个饭店 都给它贴了一大堆 就是有大的 这个也叫见即解脱 也叫听即解脱 然后这个小的 这个小的 椭圆形的 就是要你贴在有水的地方 包括水瓶 包括你家里喝的水 因为这个水 有这个咒语的加持 所有的水变成甘露水 人喝了 消业障 动物喝了 可以解脱 鬼道喝了 可以离即可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佛经说 一个咒语 只要碰到这个水 所有水都会改变 只是说 所以你要知道 佛法太好了 我们认识这么多 所以现在他们要 还有这个 这个小的 这个小的 也可以撕下来 你只要看到 哪里有池塘 里面有很多鱼 或是那个 那个市场里面 装鱼要被杀的 那个水族箱 你把它贴一个 那些鱼死了以后 生铁 这就是宝记录来的 护身咒 还有尊圣佛母咒 印在这上面 那我认为 今天他们带来不多 将来各位印多一点 伦敦到处给它贴了 因为还有一个咒很重要 你只要贴一个咒在那边 就代表一个佛塔 一只苍蝇飞过去 都可以超度 所以佛法里面有这些 各种慈悲的法门 叫我们去帮助众生 好 现在发一下 这可以一人一张吗 念咒为什么时常会念错 不熟嘛 第二个 有口业 如果你这个人经常骂人的人 所以你要念咒 你要开始念习 不骗人 不骂人 不然你还会 真的会念错 而且念的声音不好听 明明是阿弥陀佛很好听 从你嘴巴念出来 就很难听 所以你的嘴巴 因为如果你经常骗人 骂人 说是非 那你就很难去持咒 所以有些人连念心经 都会念错 所以修行的两部分 你要持戒 第二个 你要经常不死 你要这样两方面练习 好 最后我们 还有一个问题 法师 就是现在英国的天气暖起来了 然后就是家中的很多一些小昆虫 像蜘蛛啊那些之类的昆虫 经常会跑到家里来 然后想问一下 就已经赶走几次 就帮他们渡出去 但是经常会回头 然后是不是就是他们习惯是在那些地方 然后应该就是用什么方法去处理他们 还是他们愿意在一些比较 就是家里的那个气氛呢 或者怎么样应该处理呢 谢谢 家里有小昆虫 要渡他们一定要有悲心 你不能把他赶走 如果以慈悲心对待他 就不一样 譬如说这些蚂蚁 或昆虫出现了 他要吃什么 我会念一些咒 找他们喜欢吃的给他们吃 你会发觉几天以后他不见了 但是如果你去伤害他或排斥他 那你跟他的债还没还完 他会继续来找你 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里 你要默默地做 家里会怕你就不要跟他讲太多 你就 他们讲你就听 但是你自己要很认真 我曾经在我借住在台北一个地方 有一只八只脚的大蜘蛛 只要我洗澡就跑出来 因为他们就会这样在洗澡房 对啊 应该他跑掉才对 只要我洗澡他就跑到那个洗脸台 我在那边洗脸台还在那边 奇怪 这一只大蜘蛛 我们台湾叫蜡也不怕我 然后每天就在那边 后来有一天我想这样不行耶 但是因为这一只出现了有个好处 我住的地方德国蟑螂就没半只了 通通跑掉了 还是被他吃掉也不一定 就没有了就对了 但是后来有一天我想说 因为我要出国一段时间 那我想说他在里面也不好 也没东西吃 那有一天我想说我干脆把他抓下来 送出去好了 结果那天要抓他 他也不太怎么跑了 就抓了 但是抓到以后我就想说 这个蜘蛛跟我素是有什么缘吗 然后我把它瓶子装好 我就请一会打坐 我认识很多 这是我的姻缘 就是会看前世的 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我不排斥这个 只要它动机正确 我就问那一位修行主 这个蜘蛛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他应该看到我要跑才对 他看到我都故意看着我 然后他就跟我讲 这一只蜘蛛是你上辈子的干把 他就讲故事给我听 我上辈子就出家了 但是我的爸爸的哥哥 他没有结婚没小孩 所以我出家了 他就很喜欢我 希望我叫他爸爸 所以我就这样 我叫你爸爸 所以他就很高兴 就扶持我出家 但是这一辈子我又来投胎做人 但是他不应该做蜘蛛的 只是他很想接近你 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他就把自己化现成一只蜘蛛 守在你房间看着你 只要你回家 他就会跑出来 他就会让你 他想要看你 所以 你看看 如果我不知道道理 像各位 你就打死你的亲人了 我的干爹了 后来我把他放掉 我想说 哎呀 我那时候想不能放 不能放 结果他们的师父昨天就放掉了 那我说对不起啊 干爹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好在他没被打死 所以我想 佛教讲的没错 众生都有缘 你要对他很好 慢慢他就会改变 他也会对你很好 他也会配合你 所以我也曾经看过蛇 别人看到蛇都叫人家抓 你还有代价 你抓走了 他卖掉你给钱 我修行了 我看到蛇 你不要出来 出来你会被抓 我知道你出来要找老鼠吃 因为那边有老鼠 后来有一些居士 他们来寺庙 我说你们不能帮我买一些鸡蛋 他说师父你吃蛋 不是啦 我不是吃蛋 我有用途的 我不敢讲 我要给蛇吃 如果我这样有蛇 他们就会去找抓蛇来做 所以我说你送一些蛋给我 刚才我就 那只蛇 我知道它在哪里 我现在给你蛋 我放到最后面 你不要去吃青蛙 不要吃老鼠 这些蛋我先给它念念经 以后你不要在这边出现了 他就没有再出现过了 而且我去看蛋都被吃掉 后来我也有一位四兄弟来找我 这个四兄弟很爱生气很爱动 他一来几天那只毒蛇又来了 毒蛇会找有毒的人 他就跑到他房间去了 晚上啪啪啪啪看他跑出来 他干嘛 哇你们这边有毒蛇 那我在想说 毒的人来 毒蛇就来了 我说你千万不要打他 我就把一个棍子拿出来 里面有洞 毒蛇进来里面 进来里面 我带你去别的地方 不要 我这位四兄弟 你不要伤害他 他后来就跑进去了 那时候后来我发现 寺庙的那只狗开始在那边吐 开始在那边惊软很痛苦 后来我才知道 这只狗是流浪狗 别人要把他丢掉 我把他任养 任养以后 他从来不到我房间了 就是我那四兄弟来的那三天 他守在我房间门口 他保护我 结果他被那只毒蛇咬了 结果他在那边惊软了三天 我都不知道他什么病 他要死之前还眼睛一直看着我 他找一个地方 眼睛一直看着我 我看他的眼睛就不像狗的眼睛 一直看着我 然后他死掉 我把他埋了 后来我才知道说他被毒蛇咬了 所以我就 我对他非常感恩 也一直回向给他 他的名字叫来福 后来有一位老和尚经过 我就描述这个故事 他就说你不知道来福是谁啊 来福以前是个女人 他过去是执着到你 这辈子做狗还跟你 我说对啊 我说他眼睛还很像女人 但是至少也是个圆吧 所以我讲这个是说 部分是大狗啊 部分是小昆虫啊 你还是要跟他结缘 虽然对我们有点麻烦 但是忍辱嘛 慈悲必须以忍辱做基本 然后慢慢的他们会改变了 好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等一下他们会准备一些点心 完了以后就要到去火供的地方 特别再回向 所以我们先回向 来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父母祖先恩 上报国家社会恩 各位现在在英国居住 或是短期也好 每天也要回向个英国欧洲 更要回向你的家乡的国家 都要这样 上报一切众生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下祭地狱苦 下祭恶鬼苦 下祭畜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于报生 同生极乐国 好 各位请起立 我们也面对往生牌位 先给大家回向 有福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弘法行程 7月18日 星期四 贤节千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万亿倍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八观灾戒 点灯药供祭甘露施施法会 晚上六点 台中保新公墓慈悲施施法会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7月20号星期六 明镜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上午八点半 新店大名讲堂 八观灾戒 点灯药供祭甘露施施法会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7月21日星期日 明镜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念贤戒千佛 持摘除罪一千劫 上午八点半 基隆法研寺八观灾戒 护声点灯药供祭慈施法会 联络电话 02-2456-2057 02-2917-8855 7月22日星期一 放声书圣日 阿弥陀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百万亿倍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持在除罪两百节 晚上七点 金门文化局 护声点灯 寄心灵讲座 点灯电话 082-354-192 7月23日星期二 明镜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上午八点半 金门花岗十一院 聚办八观灾戒 点灯药供祭大蒙山慈悲施食 联络电话 082-354-192 7月25日星期四 观世音菩萨殊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亿倍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持在除罪九十节 上午九点 新殿大名讲堂 全城出席连师二十五弟子 之一大圆满成就者 来自不但尊贵的 南开仁波切主法之 连师消灾祈福超度法会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7月26日星期五 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亿倍 明镜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上午八点半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特举办八观灾戒 互生点灯 要共祭慈悲施实法会 联络电话 03-989-8686 7月27日星期六 明镜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上午八点半 半桥悲愿奖堂 大碑观灾戒 八观灾戒 互生点灯 要共祭慈悲施实法会 联络电话 02-2963-7336 7月28日星期日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乘一千万亿倍 上午十点半 新竹普元佛道院 护生点灯药供祭慈悲施食法会 联络电话02-2917-8855 03-524-0338 经要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点是台中五方讲堂举办八观灾戒 宫晴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7月18号星期四 上午八点半 地点台中五方讲堂 地址台中市北区崇德路一段631号三楼之一 晚上六点慈悲施食法会 地点宝新公墓 联络电话04-2238-9987 04-2238-9987 法会被消灾超键牌位 经邀爽大德踊跃前往参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